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1点30分左右 午餐时间 就有股友问这只股 UMAUJMA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in button 参加会员 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 这样你就有机会呢 在这个月里面呢 向我问股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图 很显然已经是从这个顶部这边就 回调了 就形成了这一堆的这个套牢盘 也可以看到这个套牢盘是蛮多的哈 底部是蛮小的哈 顶部套牢盘又往下 U-turn的话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今天呢 它其实也是step hole的 这个筹码主力线的蓝色线 接破了没有站上去 更早之前就step hole 这个指示线了啦 好处是说 他才是有这个 长期的这些筹码在支撑住他 现在 今天早上step hole这个蓝色线呢 老实说这个是一个 卖出讯号 这个是一个卖出讯号来的 呃 就要看一下呢 有没有机会呢 在回来的时候弹上去 在这个 poc 也就是0.55的时候弹上去啊 这个弹上去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 回调马上涨的机会 因为这边 底下还有筹码 蓝白天均线跟这个回线线 才是在下面顶住他的 只要他有机会 在这个筹码这边弹上去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 你可以看到 这个筹码呢 也是蛮强的啊 呃 现在就比较麻烦点 你看 现在就这个肯定是不是很 不要随便去接到 一定要弹上去的时候 才决定怎么样 他也不一定会在这个0.55弹上去 他可能在这边下去的时候 没有到这个0.55之前就弹上去了 只要他是在这个 直接回程弹上去 青色蜡烛啊 这个呢 你就是可以进场的 回来马上涨的机会 呀 今天肯定不是一个好机会了 因为你看他在破了这个 呃 蓝色线 呀 这个筹码风呢 好像也要被踢破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继续观察 如果你是持股的话 这边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把它卖出去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就把我去share 把我去like 呃 如果你要支持我的话呢 当然是可以请我喝咖啡 就算你只是订阅我的频道呢 也是支持我的 这样我就有更加更多动力呢 去制造更多的视频 跟你们去分析这些股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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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